谢谢大家 在新北市 我们在105年就开始 做我们老师跟校长的公开官课 到了108新课纲 在课纲里面是规定 所有的老师跟校长 都要公开授课 官课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新北市当然都走在前面 目前大概9成以上的学校 都能够很顺利的 在进行公开授课 国家的政策也是我们在实务上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当然未来 我们也希望说 非常感谢我们全球 team model 能够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资源 六所学校 国中高中 在今年这个学年度 开始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我刚刚这样全程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在整个学生的学习 兴趣方面 跟参与的部分 或是合作学习方面 其实是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一个好的教学 确实对于学生的学习的帮助 非常大 实体师生的互动 透过科技 跟我们的在班级上的运用 确实在整个教学上 会有不一样的课堂的风貌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尤其在今年开始 全国要推动 深深有平板 我们会觉得说 买再好的设备都没有关系 投资我们来努力 但是投资完了以后 我们怎么去善用它 那个才是我们关心的 就是说对于学生的学习 有更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学习 这是我们今天最高兴的 我们其实从去年的暑假 这个TIMOTO教育学院 就培训了我们六个基地学校的老师 共同来学习这套系统 让我们透过每个月的公开课练习 我们使用这个AI智慧的系统 做大数据的关一课 让我们关课五时差 一课五时差 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重新回复 看到我们的学习历程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泡河院长 那传统都是用资本来译课 那刚才小林介绍是教学的创新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你在译课的方法上怎么创新 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自己有个人习惯的是 我以前译课的时候 我都用写在教案上面 那我回家就用那教案 其实丢哪里我也不知道 你说真的 我再把它拿出来看的机会 其实很低 那可是当我用这个方法译课之后 我发现其实 因为它在云端上面 我是随时可以调出来看 那它资料整理也算很完善 所以我是可以随时回顾我的课堂 别人的课堂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译课方式 还蛮新颖的 也蛮实用 所以可能就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 这个系统的译课呢 这译课叫苏格拉底5的译课方式 那它译课方式很简单 它有两个进入方式 它都是网页式的译课 那进入网页的方式 第一个是你扫 开相机扫QR Code 它会跳出这样的画面 假设我选的这个地方 它变成蓝色了 然后它下面会输入一个 有录影的符号 录音的符号 照相符号跟一个讯息栏位 也就是说我这个时间 我点下去之后 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mark 起来了 我代表我这个时间点上 我是有想法的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这边标注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可以用手写 或者你不想手写 你只想拍学生的行文 你就选择拍照 或者是你想要录学生讲话 或者你要用语音的去表达你的意见 你不想写 用讲讲话你就用录音 声音跟影片的上传 我觉得这对于观课的人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要看课 你马上要手写回馈 你就会错掉后面的课程的流程继续 有了这一个可以直接拍照 然后我直接上传学生的画面 到时候我再来补文字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这是教学的影片 那这个位置就是老师在这一堂课里面 使用这个平台 做让学生回答或学习的整个历程 比如说他有做挑人 有做急问急答 有做推送 他会把收集的资料推到学生的平板 让学生可以直接看 那因为我们还有这五台那个荧幕 我们推送的时候 学生可以直接看大荧幕 也可以自己看自己的 那个平板 那这一个部分就是老师的回馈 看起来这是大尾的课 所以秀宇老师 他在三分十秒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回馈 他标记就是使用小组讨论作业档 等一下各位一完 观完课 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关于新冠肺炎的叙述何者正确 好 哇今天真的很厉害喔 但是快不代表一定对喔 好 有人选择是 二是对的 不对 那为什么觉得不对 我请这个里面的人来 来云山 为什么一不对 因为不是结束于2021年 不是结束于2021年 那要结束再几年 呃 现在还没结束 是的 有没有人可以预测一下 好接下来这一组 这一组是居家环境 居家环境是哪一组 就是我们 这组讨论出来就是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外面有可能会有很多病毒 然后很危险 我们在家里就会进行清洁或消毒 比就是会比之前还要更频繁 想一想 来咯 现在每个人用文字 因为要很快 你觉得现在 线上上课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请你在五个字以内打给我 打给我 开始喔 所有的人都要打开始 五个字 手术要快 你觉得线上上课呢 最大的优点 最赞的 五个字以内 我一定看得懂 放心 关键字就好 好 请你传上来 对你来说 线上学习最好的优点是什么 慢慢打 我先来整理你们的资料 好 大家觉得线上 授课最大的优点 我们看会跑出哪个字喔 我请电脑来帮你们整理一下 轻松 声音文字 录影 那就是我们在二点里面 观课的时候 不是只有观教了 还要观学的 这个影片就可以去看 那个小组的学习状态 那这样就是影片中的影片 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回去要去观 这个简老师回去要去 重新自己看 或者别人要看的时候 其实他细节就很细 可以细到你想要了解的 不然你就上一堂课 那么多孩子 其实老师 虽然已经有很多眼睛了 对不对 但是要抓得到 其实不容易的 那就是在 所以有文字有图片 那为什么要录音呢 录音是给大师用的 怎么说呢 在观课的时候 我打字来不及 对不对 那可是刚刚点评能讲 也都是只有三分钟 那我就觉得这里怎么样 你就直接录 真的数位学习 数位科技平板的部分 其实未来老师们一定要去学的 只是 要操作熟悉他 确实是需要慢慢慢慢渐进的 很多上去在学的 我觉得 其实如果有机会去普及 我觉得应该是更适应 那让集中在一个学校都熟练 我觉得会是很好的 那我们也要写 因为我们也要出去协助 陪着老师一起一起学习成长 那我觉得 谢谢慧珍校长 特别cue我们来 让我们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的确我们在 包括学工在观音课的过程当中 而且要找到这么多人来观课 是有他的一些困难点 所以新课刚到第三年 如果这套软题能够来推广的时候 应该可以让更多的 老师的课堂 可以可视化 可以让更多人 也为他自己留下一些些的记录 所以针对这套软题 我觉得 他的可行性应该是还蛮高 不过就是要熟练 毕竟人是很活的 尤其是思想方面的引导 学习上面的追求的时候 他不能够是 我们常常讲 不能像工厂一样一个点 那你今天做了一个载具 进来的时候 是有必要 我再次强调有这个必要 但如何趋向 不只是方便性 我不能够只为了方便性 而可能降低了我在学习的深度上 如何在这方面能够达到更好 其实是我今天一直在思考的 我一直在想一个说 有用这样的一个科技媒体 跟没有用有什么差异性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比较 科技是比较弱的人 那我一直在想 我发现真的好多优点 老师很快就可以掌握 学生的学习状况 对我而言我觉得 这一套系统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 在教学的这个过程里面 使它更流畅 那我自己个人是最最最最喜欢 就是老师在行间巡视的时候 各组的讨论 我以前在教室会 每一组买一张A3的大白板 然后就贴上来 但问题是还是会有一些 对还是会有一些遗憾 就是小朋友可能写的字很小 然后远方的同学看不到 那这个分享就会变得比较有缺陷 那可是有了提摩豆之后 就是可以立即呈现 然后甚至我可以寻 就是行间巡视的时候 就随时手机拍照 然后拍照就把 我觉得很有创意的答案 或是很有很棒的 对很棒的同学的讨论 然后就是给各位同学 即时的互动迅速的采集数据以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以后如果应用到其他的课程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运用这个工具 然后再做更深度的提问 然后更深度的谈究 然后我希望就是这里是个起点 然后大家都可以继续朝着我们 教育公开课的2.0来出发 好谢谢 我相信我们的公开课 新北公开课2.0会越来越精彩 也是我们新北教育未来 可以努力的方向 再次的感谢 今天所有的教育伙伴们 尤其看到我们的聘督 还有我们所有的校长们 大家非常专注的 大家一起在讨论 新北专注在孩子的学习 专注在课程与教学 这是我们未来大家一起努力 再次的谢谢简老师成功的一堂课 谢谢 谢谢